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九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不知道呢 各位会不会觉得啊 最近呢 可能很多的杂事 或者是呢 有一些状况呢 并不如预期要很困扰 不过进入九月份以后呢 恭喜我们 我们将逐渐的好不好 渐入佳境 当然呢 也不会这么的快啦 但是呢 九月的星座呢 整体来看 就是有一种在旧的情况里面 本来呢 不顺的状况 慢慢的呢 哎 离出了头绪 然后呢 有改善 然后走向了正轨 接下来呢 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星座 它给我们的这个预示 那么在九月四日的时候呢 代表爱情跟人际关系 以及金钱的金星 它会由逆行转为顺行咯 所以呢 之前可能感情啊 金钱 会有一些跟美啊 或人际和谐的事情 有关事情没那么顺 哎 四日开始会慢慢的改善了 当然呢 这一天呢 木星也会开始逆行 木星会一路逆行到年底 所以木星它代表的是一种成长的动力 所以可能在下半年啊 很多比较偏长线的成长的事情 它会稍微稍微放慢脚步 不过至少人际关系的事情有了头绪 那么再来呢 那在九月十六日的时候呢 哎 逆行的水星终于要顺行了 所以啊 其实九月份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 就是九月中 因为呢 九月十五是处女座的星月 九月十六是这个水星的顺行 那么水星加上先前的金星都顺行了 会使得这个整体的运势 所有的事情的发展在九月下旬之后 应该是九月中以后呢 就会慢慢慢慢的呢 越来越好了 那当然太阳会在二十三日的时候呢 进入了天秤座 我们知道啊 天秤座呢 它是基本星座之一啊 其实只要太阳进入天秤座的时候 叫做秋分啊 春分啊 秋分啊 冬至夏至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势转折点 所以代表新的事情 新的阶段 又要开始了 所以我们整个月份呢 我认为我们可以期待的 而且重点要放在怎么样 月中以后 所以在前段的时间呢 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 不太如意的事情 大家不要呢 太容易灰心挫折 反而呢 非常适合 我们开始做一些准备跟整理啊 我相信大家在月中以后呢 都有机会啊 整庄然后呢 积极的出发 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来看一下个别星座的浴室 整体来看呢 如果你是上身或太阳在 经由处女磨叠的朋友 那当然这个月 我觉得你有一个败部复活啊 或者是呢 倒吃甘蔗步步高升的倾向 因为在九月中开始呢 整个星像呢 一方面是这个水星也顺行了 另外一方面呢 星像当中有非常多的新的组合啊 是有利于土象星座发展的 所以你们特别容易怎么样呢 第一个叫做实现梦想 这个梦想可能跟工作有关 可能跟你个人的计划有关 比方说你想旅行 你想进修 当然也可能跟你的感情 婚姻是有关的 所以我会觉得啊 土象星座朋友呢 在这个九月份啊 可以好好的 为你个人的计划 或重要的这个理想的事情呢 做好准备 也许九月中以前没那么顺 或是还在做调整 还在寻找更好的方案 可是月中以后 你一定要看见 很多事情开始有显著的效果 那在这个族群里面呢 哎 经由做你的这个玩乐 跟感情运势最旺 而其他的像处女座啊 还有这个摩羯座朋友呢 也很容易啊 有出国旅行 或者是跟外国 远地的人事物交流合作 开拓新市场的机会 当然这个水星是处女座的守护星 所以处女座朋友在这个月 会感觉到 哎下半月越来越好 再看到的是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你是巨蟹天蝎 以及双鱼座朋友 这个月呢 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 人际关系的时期 当然在月中以前 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或挫折 但是它提供给各位啊 观察或沟通了解彼此 或者是说有一些机会 把话说开的可能性 那么到了月中以后呢 哎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同时水蜜也代表是 我们可能很容易跟老朋友啊 旧情人啊有互动 所以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 可能有很多的人际交流的活动或机会 反而能够帮助你们呢 在事业或个人生活上面 蒸蒸日上会有广结善缘 开发更多机会的好时机哦 那如果你的工作本身呢 是需要利用的网络啊 行销啊 哎那这个月 你们的这个事业会做得很好 特别是巨蟹做朋友 如果你的事业上呢 你要发挥团队合作 或是个人的话语权的影响力 那么我觉得天蝎座也是很不赖的 而双女座朋友 你在一对一的合作跟感情上面 也有一种改善 或是变得更甜蜜的机会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 上升或太阳在风向族群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双子 天秤以及水瓶座朋友 这个月对你们来讲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稍微安静一点 因为呢 对于各位来讲 你们在这个月份是一个先安内 才能够染外的月份 什么叫安内呢 第一个你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 安抚自己的情绪 跟自己对话 或是想要有一些个人的时间 去思考未来 再来有可能呢 你有一些私人的事情要处理 比方说可能个人的财物啦 或是你觉得要这个养生健康啦 或是你要去治疗一些疾病啦 或是也有可能 你在这个月份需要怎么样 照顾亲友 比方说你有亲友是住院的啊 在安养院的要休养啊 需要你帮忙照顾啦 或是找一些什么看护啊之类的 总之你这个月份呢 就有可能就是需要先把这些 啊你放不下的事情 你想要帮忙的事情 你需要面对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后啊 在下半月之后呢 你就开始可以怎么样 往前走 往未来走了 更重要的是啊 逢向族群呢 非常适合等到23日以后啊 太阳进入了天秤座 你们的动力呀 会越来的越好 所以自然而然的 可以往你们想要发展的方向前进 那当然也可能 会有比较多的机会 最后呢 来看到是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火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白羊 狮子跟射手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呢 有一个好事情就是 金星会在四日开始怎么样 顺行 那么因为金星呢 会待在试作 所以自然而然 你们的玩乐啊 谈感情的机会 还是很不错的啊 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桃花 那桃花如果是暧昧不确定的 我会建议你们 可以边走边看 特别是到月底的时候呢 特别容易啊怎么样 见真章啊 那如果是已经很稳定的关系 当然可以用这个月去怎么样 度假玩乐 不过啊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月份呢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火象的朋友 其实最好的运是 工作赚钱运好不好 所以如果这个月 你已经有很多工作了 那恭喜你 你的工作会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或者是你可能会接到 哎 你想要做的工作 你觉得可以透过工作 学到新东西 啊也可以呢 怎么样 有赚更多钱 或者是有一个跳跃性的变化的机会 那么整体来讲呢 哎这个事作呢在这个月呢 特别容易有一些工作上的变动 比方说 升迁啦 换工作啦 调薪水啦 那么这个射手座的朋友呢 那你在事业上面呢 可能会有一个 哎 往上走啊 也许呢就是被老板提拔了 或者是你长一个大权了哦 那当然也可能就是你带的人变多了 也可能你会的技术 哎被公司肯定了 所以是挺好的 那白羊座朋友呢 在这个月就是可以按照你个人计划 好好工作 好好赚钱 然后呢 建构你想过的生活 以上呢 就是我们9月份的星座运势了 祝福大家呢 在9月份都能够随着水星金星的 你这个例行转顺行 越来越顺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